好 来 同学 看看我们的墓次的部分 好 同学可以关脉 来 我们看一看 同学 我们目前是在这个park 就是关于 就是佛教对神秘现象的看法是如何 神秘现象 那么这神秘现象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我们是五称功法已经完成了 那么借佛业完成到定佛业 同学看到吗 神秘现象是在这个park 那么就是之前我们谈到念佛的人见到瑞相 然后就是对神秘现象 接着下来完了的话就到加持的功能了 来 有请就是玉华读一读 佛教对神秘现象的看法如何 神秘现象不一定是宗教才有 不信宗教的人也会发生 只不过他们把神秘现象当作环节来处理 质疑一半人对于鬼神的现象 乃非常迷惑而不可知 不可捉摸 认为其无 实际是有 认为其有 难得采正 至于宗教徒 无论是什么城市 只要性至虔诚 行至得法 都会有过多或少的感应和通明的经验发生 从佛教的立场而言 从来也不否定 可是并不重视 如果有人有了少许的神秘感应 就以为是为了神通或以为是佛菩萨的现象 那是不正确的 佛与菩萨有印和无相 无相和有力 那就是随机印化的感应 但是他们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和特定的人 作为他们的实质代表 神运无方 感觉随通 怎么可能有带丁的人作为佛菩萨的代表 虽然有佛菩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人 其物而表现 此人此物亦不可知之思为佛菩萨的自身 假如有人不论身 佛菩萨的佛教读不该表现这种身份 也不得信赖表现这种现象 从佛菩萨的始传所见 只有释述摩尼 只有释述师尊是佛 上没有第二人自称是佛的例子 如果自称是佛 不论是佛的什么身 都是大妄语 更不便是本身附身的现象 表面看 他们是行道救人 四四三四或万人心 鼓励社会大众不从四十计的努力 只求角色的佛佑 至于菩萨也是一样 历史上的菩萨从佛的时候只有弥勒 说他是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在此世界第二位成佛 其他如观音文术 平行地藏等 并非律史人物 而是由佛介绍而知的大菩萨 另外五马明 荣树 五左 师青等印度的大政论师 也是后人预计他们的大政原型 尊敬他们为菩萨 又如中国的天台自主大师 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 但他自称上世信位的凡夫 有名元寿禅师 被称是阿弥陀佛化身 那也不是他个人的自述 九华山的地藏 是新罗的王子出家 把名为地藏 后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亦非他自身是地藏菩萨 好 没关系可以停一停 可以有好几段了 好 来我们先消化第一段的部分 好 这边开始提到的就是所谓的神秘现象 好 读学大体上所谓的神秘现象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有类似像神通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那这课题其实跟之前谈的神通 还蛮有一些相像的 不过就是它换个名字成为神秘现象 这神秘现象它其实它并没有很明确的给予定义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ok 那么所谓的神秘现象应该是类似有点像神通 或者是有些感应 或者是可以收到一些讯息等等之类这样 因为它这里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所谓的神秘现象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呢 读学看一下 这边有讲到第一点就是 看一下先 因为它没有给到定义的话 它是在下一段才给定义 我看要读一读它这样会比较明确 还有来有请就是 好 请修正读一读 所以 所以正信的三宝弟子 应该看所有的众生 都是未来的佛菩萨 也都是佛菩萨的画现 但他们是凡夫的身份 如果这些自称是佛菩萨画现的人 能说出你的过去 只是你的未来 甚至于知道你和你的关系人的历史背景 并预言你们未来的发展 也不因为其所获 鬼神都有这种力量 如果你自己以持咒修定的努力 也会达到这种目的 但那也不是神通 而是咒力 鬼神的感应 或是插犬鬼神所得的结果 最多是定力的现象 因此 这种人 谈未来未必正确 说过去也不会比你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 对过去是那就更渺茫了 准确性到什么程度 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凡事不能违背因果 一定要发生的事 鬼神帮不了忙 一直于事无补 只是善恶 情多的因缘可以改变 若非大善大恶 不能改变定业定果 只要尽心尽力 为善去恶 行佛所行 原佛所言 学菩萨所学 未来的命运就超知在即 好 感谢 来 在这边已经大概就是 在这边 他在后面 才开始有提到所谓的神秘现象是哪一些 好 来 我们看一看 这边 看一下先 他这篇文章其实前面蛮多 还是在前缘 好 来 没关系 继续让他再读一读 来 有请 就是 新闻 读一读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 有请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 大业有数人 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和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 所以有余生俱来的预知力和回忆力 知未来 知过去 在儿童时代特别 西佐 成年之后 如果生活繁忙和不加理会 这种异能就会渐进退市 如果蓄意培养和顺其自然 也会成为感通神 鬼神的媒体 而被称为灵媒或乌者 现代人由于知识的普遍 教育水平的提高 具有神秘能力的人 现在多半能够运用 逻辑和逝世而非的科学观点 来说明他们的原理 运用佛学知识 佛教明相 向大众诉说他们神秘力量的 实质 而且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 所谓修行方法 称为秘法、大法、无丧法 用以教导他人修行 也能获得神秘的感应 的确也产生弱干的效用 好感谢 这个预言他要举的案例 就是所谓的预言来的 好来我们看一看 这边他提到神秘现象预言 这种预言大体上来讲 我们有提到一千个人有一个 有几类人有预言能力 一些人当他在睡觉 在半目半醒之间 那个半目半醒之间 那一个是凹发波 它是可以容易出现所谓的预知的能力 如果你是本质 本来都有这些 那么此外 如果你本身先天 比如说他要配合到这种神秘现象出现 是第一个你过去世 曾经是有从事过这方面的 比方说你过去世曾经是个女巫 巫师 有学过这一些 有修过禅丁 是天人下来等等等等 一定要有些过去世的因缘 那么你今生 只要你可以把你的意识调到去那个凹发波 就是大家练气功的那个放空的状态 又或者是 你可以就是说 通过就是进入定经 因为念咒语 还有安波念的记忠 它是跟放空有点不一样的 把这两种状态 如果你过去世 是曾经有学过的 曾经是个女巫来的 你都会有这种感应的 它这个感应 我再帮它稍微定义再开拓 这个包括就是 看得到人的aura 我们每个人有aura 就是这个光环 然后呢 或者是看到人的chakra 我们人是有chakra的 又或者是看到人的经络 看到你的经络 七脉在跑东 这样子 那么这一些 甚至看得到鬼 也看得到神 这些通通 都可以说是神秘的现象 在我们 其实认识的人里面 只要他讲 他说他是有敏感体质的话 就是说 他是 多种能力 至少有一种 包括阴阳眼在里面 所以这些人一般上会在七月 整个人觉得很不舒服 那么呢 甚至他会被鬼神打扰 被鬼神干扰 但是其他的人感觉不到 所以这种都全部称为神秘现象 那么我们二弟同学 尤其是有来参加二弟系工班的 不多不少都有听师傅有讲过 那我们二弟其实过往也有不少类似这些这样的人 来共修过后离开这样子 所以克香尔子就说这些其实一点都不稀奇 像我们的道场有气功 有念咒 然后有念圣号 有念咒 凡是有修订有相关的这些这样子的法门 对不对 他就容易相应的人就会过来 这样子 所以同学因此克香尔子就说 这个是相当普遍 但是就是当有些人 还有包括就是在念经的时候 法会的时候有嗅到香味 或者之类等等之类这样 那么这些种种的现象 我们应该是如何去看待 所以其实这个课题 它是全部综合起来进行讨论 那么这些现象基本上在佛法来讲是 我们第一有几个情况 第一不能够用来骗曲供养 那么佛教会也不能够用这些来信 边来点灯之类 因为如果你没有讲有的话 是会构成大妄语的 那么如果你有的话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有夸大的情况 也是有妄语的情况 同时也可能会出现慢性 所以一般上这些有能力的人 对不对 他有几个现象的 首先第一他会很好奇 怎么我会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呢 他首先会认定 他是不是幻觉 或者是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所以这类型的人 如果你家里面有的话 通常你家里有这种人的话 一定是可能他的爸爸赛 或者是妈妈赛 有人跳动 所以发现了 一般上他一边一边 有这样子的人 你本身如果有具备这种情况 通常你爸爸妈妈那边 也会有人有这种体质 所以这些人 因为人家不了解 反正是去精神病院室友的 然后第二类型 这类型的人士 他们可能也会很怕 因为 今年如果你家的小孩讲 婆婆你的后面有一大堆人 会吓到你吗 今年 会吗 你去参加法卫会 你后面有一大堆人 对不对 是 所以参加法卫会 其实你也是很怕这些人的 因为他看到这种东西 你又看不到 但是光是吓就把你吓死掉 看到吗 所以客想来之 通常有这种能力的人 都是 噓 他不讲的样子 他当看不到 那就算了这样 他不知道 其实在佛教里面 这些人 有一大堆 通常宗教团体一定会有 基督教 回教 佛教都有 我认识对面的乌斯大师 他就有抓鬼了 我用佛教的咒语给他 他讲的 我会感觉到能量 所以呢 哪里都有 他在不同的宗教 他就在他宗教扮演角色 他的敏感程度 就决定他可不可以跟鬼神沟通 甚至可不可以抓鬼了 那如果他只是 他的敏感是稍微level比较低 他就只是感受得到 那么这些感应得到的人 刚刚我讲是比较passive的 但也有一些是出头的 他就愿意出来服务大众 那他的服务大众是 可能有时开始 他是出心良善 可能他开始就想赚钱 或者是开始是蛮好 后来慢慢有名有利 过后他可能也见色新奇 就出现很多丑闻 对不对 同学听说 什么某某神棍 非理了女性徒 又或者是某某什么大师 很有什么能力的 可能是基督教 基督教刚刚有一个 刚刚强暴了百多个女性 然后强暴了百多个上库 盼她坐牢 因为有一个香港的影视明星的女朋友 直接去把她录下来 证据着实 所以有一些是她开头有这个能力 过后她没有掉 因为她还是反复来的 她不过是被附身的关系 或者是自己修行一小部分 所以这些人她出头的话 对不对 她有没有好结果呢 就看情况 大体上这些 你有这个能力 你出来服务人都好 未必你会得到交界的认同 可以了解吗 因为交界里面多数都是以佛学阅读 作为正规 那么你出现这个能力的话 交界的人未必会了解你 也可能当你是鬼神附体 然后叫大家远离你 所以呢 即使是你具备这种能力都好 未必 你太过高调的话 就会树大招风 所以就这个缘故一般上 在我们佛学阅里面有这种能力的人 多数是低调形式 然后需要这些服务的人 也是低调啊 就是啊 来问人这样 你有没有听过 我家里有人种酱头 这样 都是低调形式的 这样子 那么如果在佛教教内里面 打听不到 她就跑去外面的教外那边 找一些跳动的一些酱 看看她收费如何 再打听一下信不信的锅 可能你需要啊 就要问诗这种事情了的了 中西一看完 又以不阿达好的话 你就什么你都会去试 因此啊 这类型的人啊 刚刚提到 他的背景就是 过去是带来的 那么呢 这些人呢 如果他再糟糕一点 他通常会对外讲 我是佛的化身 我是菩萨变出来的 他就会讲这些了 那大体上这些 佛教在经理用经论 直接会帮他否定 原因是因为啊 弥勒佛啊 是下一尊佛 尼泡鬼不可能是佛来的 但是啊 当这些啊 被鬼神附帖 或者是自己 有稍微的能力的人 他啊 为了marketing的立场 因为他有竞争的 同学啊 我以前我在甘邦那边 很奇怪哦 每一条巷子啊 都跳不要的神的 第一条巷就跳什么 七彩娘娘 第二条巷就跳官司营 第三条巷又关公什么之类 他们都有竞争的哦 随着家也是这样的 满天神佛的 很多很多家问式的 有没有 随着甘邦有这样子现象 像师父的不信这样 有吗 没有啊 你们的地方啊 那么什么都没的啊 啊 陈俊达跟妈妈妈什么都没有的啊 没有听过人家附近有跳筒子 你没有听过 有吗 有比较少 现在比较少 现在比较少 你小的时候会比较多吗 那时候 也不算多了 这里 也不算多了 也不算多了 这样啊 这里的比较少 嗯 ok 这样的话 至终呢 你的那一边啊 你来自什么哪里啊 你来自 你的甘邦是哪里啊 有没有这些 有啊 都会有的 多不多 有没有满天神佛啊 像我这样 没有啦 这个一个新春可能有两个到三个啊 一个新春 那边有几个新春 呃 我那边只有一个新春 啊一个新春两个 哎呀够多了的咯 对不对 啊这样子好 所以呢 晋宝那边呢 会品也是有对不对 啊 你的甘邦啊 你出事的地方那些 晋宝不太熟啊 我自己的家乡 也有吗 也应该 师傅你要多少才算多啊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这个真问有没有啦 有没有 有啦 是有啦 看到没有 你看我们随便问都一定会有 跌美呢 跌美来自九号对不对 一些地方会有 你来自哪里 我是在医保啊 医保 啊医保有吗 应该是有的 看到没有呢 我们随便点一个问都是有啊 对不对 所以客想着就说 原来这类型的人啊 他们啊 站在他们立场是他们是奉行天命 或者是有一些啊 他是cancer病人来的 那么这些灵体啊 去找他们谈判 就跟他们讲 嘿 你的身体啊 给我借用十年 我给你十年寿命 你愿意的话 你眨眨眼睛 他就眨眨眼睛 这些我是有认识到 他们有告诉我啦 所以有一些啊 跳头的人啊 未必是好事 他就是一种这样子的情况啊 进行交易的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看同学 我们这边是认识的 每个地方都有 但是这些啊 依然不算高调 因为他们没有到stadium那边 找整个万人啊 来当众表演 看到没有 所以那个就叫高调 现在我们这些 应该不算高调 而且他就是开着神坛 你知道没有 然后等你们去上门找他 这样子罢了 我以前啦 我spf嘛 那时候读完书 我对自己很好奇 你知道吗 我就新春了 我就跟他们聊天 我就问了 这些 因为他讲他是神嘛 我讲 这神应该在天界 还没有学佛 我讲 叫他们穿什么衣服啊 问问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过后我啊 那时候我那么巧 我看了圣经法师的那个 那个真心的佛教 真心佛教讲的说 哦 多数这些啊 是供得神 供得鬼来的 我就突然想到这一句 我就 我就当众跟他讲啊 我讲 听说啊 上你的身啊 都是供得神 供得鬼来的 对不对啊 他马上上神 知道吗 他马上骂我 然后呢 他用祭宋来骂我 哎呀 吓得我 哎呀 我当时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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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捧吗 你被捧吗 哈哈哈哈 哎呀 什么东西 哎呀好奇吗 对不对 不过每个人好奇 不懂我是好奇这一些 所以到最后 我又出家 就是这样 然后过我啊 他他他那个 那个啊 那个神离开了之后 他跟我讲 啊 你本人有包个红包啊 就这样哦 讲这样子不对的 这样子我大概印象记得 这样子哦 我想哦 我不晓得对不起对不起 这样 因为包红包好像没有包到 我记得那时候都还在读书 不是很有钱这样 好像又有包我忘记了哦 不过这个当时真的很有胆量啊 什么鬼都去试 什么鬼都去问这样子 所以同学客家马子就说 这类型的人是低调 都是有各式各样的使命啊 让他们啊 去做这种任务 也算是服务大众 同学这一些啊 蛮多是不能够收费的 通常啊 我们奠定他是真假 就是从收费来看 还有 如果他本身的神啊 是真的很好的神的话 他可能要跟他太太分房睡了 当他真的是 起同的之前一段期间 所以啊 我们都是还是从戒律啊 看看啊 他的财跟色如何 来奠定这些这样子的鬼神之类的 他是状况如何 所以我们是有方法可以这样子奠定 然后呢 周围的人呢会有口碑的 这样子 那么呢 这一些啊 他其实有时候啊 他跳酒之后啊 你问他啊 多问啊 我妈妈常问我 你知道吗 我妈妈我母亲常问 我母亲很聪明 有时候觉得 好像有点不大灵 这样的 有时候好像觉得啊 好像不是神讲的话 是他自己讲的话 啊 问多了啊 他们会feel得到的 我妈妈很聪明的 我妈妈会问多都知道这样子 所以我妈妈 有一阵子啊 天天看炉台掌 你知道吗 哎呀很好看 卢台掌这样 不过他讲啊 哎呀 卢台掌不就是我们 刚报那个先破马咯 不过就是 stadium高调一点罢了嘛 我觉得 我母亲蛮厉害一下的 她看起来 嗯 她就知道了 不过卢台掌骂人 也是蛮厉害的 她什么都分析得出来 所以 可知就是说 这类型啊 就是目前在我们生活附近 你都会接触到的 包括我们家 不过呢 自认自己是佛菩萨的话 目前应该有个姓儒的 就讲他是佛的化身 因此是就引起交接的不满 这样子 所以呢 又为了 这些啊 她如何她都需要注册嘛 那你本身你又不注册佛教 又说你是佛教 又是佛的化身 一定是会引起别人的不满的 就像啊 你本身 你又什么 又学KFC这样 学的很像 但是你又没有 又不跟KFC买他的注册 又又又不要做他的分行 又要有自己组件这样 但是又弄到很像KFC 改个名叫KLG这样子 那这样到情况底下 对不对 你就会 招致啊 别人团体对你的悲歌 所以现在那位姓儒的还在 他就是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呢 他也是里面有蛮多这些啊 神通啊 看到神看到鬼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是进行区分 那同学看一下 大体上啊 像这些这样子的经验啊 如何跟佛教的神通啊 进行区分 同学啊 如果我们按照啊 清静道论的神通是 首先啊 佛教的神通是 是必须要有四禅 通常啊 佛教的神通 啊 佛教啊佛教的神通 基本上是具备第四禅 具备四禅 啊 来开发 然后再加上一些啊 技巧 来开发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呢 在清静道论啊 有讲的非常清楚啊 如何开发 这些神通 非常的明确啊 在清静道论里面啊 有非常明显的记载啊 这样子啊 那么呢 这一些啊 小多数感应这些啊 他有可能自己啊 就是 咯咯咯到 那么过去是咯咯到 也可能是鬼神附身 而给到他 这样子啊 那我们呢 如果是说啊 要了解标准的神通 可以到清静道论里面 就有讲整个神通啊 开发的技巧是如何这样啊 好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提到啊 当做幻觉来处理 所以同学啊 如果你的家啊 有小孩啊 有出现这个现象 或者是有人跟你讲啊 他看到菩萨啊 之类先去奠定 他是灵异啊 体质啊 还是真的精神问题 要先奠定先啊 不要乱乱推他 逼他吃啊 那个精神病药这样啊 会害到一个人的大脑的运作 要把它弄清楚 过后呢 他有方法处理的 因为我认识对面的那一个 是跳筒他讲 如果你真的不要 其实有方法跟他谈啊 看看能不能 不过有时要看 如果你是过去是有承诺 这个就比较难走掉了 因为如果你不会理性承诺 你会早次困难 是吧 你会做business做不到什么都不成的啊 哦 但是啊 你乖乖听话啊 这样子 你生意就会顺利了 有这样子的现象 你知道吗 你要乖乖 你看看你跟他的承诺是如何 然后还是有得谈的 比如说啊 你有工作的缘故 你要到外父啊 不可能一天到晚 在神坛那边等人家来 可以谈的 如果你有身边有小孩有这些 你要先把它辨别一下 这样子 好 然后过后啊他讲佛教的立场是 不否认也不忠实了 那么呢 如果认为啊 这些感应这些都当是身份佛菩萨显灵就不正确 的确啦 因为这些都是在啊 你身边很多的人啊 就有这些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啊 他讲啊 他也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 作为他们的使者或代表 在啊 宗教界里面有两位啊 制成是messenger 他们其实有点类似像通灵的现象 来收到讯息啦 应该一位是摩西啦 一位是穆哈摩德 同学你们看到的record 慧萨好像蛮了解 就是回教 他的穆哈摩德本身就是讲他收到讯息 对不对 是在山上还是沙漠是吗 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是觉得他是讲说他 收到这个真主的那个message Messenger 叫Wahiyu Wahiyu 所以他写出来的话 就是所谓的可兰经 而且是写出来 对 因为如果这个啊是进手幻觉的话 他不可能会有文有路写出来的 我相信当时的这些东西 当时还是口头叙述不完整 但是如果幻觉的话 不会产生这一些的 我们多数啊 目前的幻觉 通常是听多过看 然后多数是觉得有人要谋害你的财产 多数老人家身上被看到 所以如果你家有老人家 得了类似这些老人痴呆症 正在加上啊 这种所谓的幻听的话 大脑出问题的话 他会怀疑别人摸他财产 比较少是因为啊我就在幻听 过后啊我就可以写了很多诗啊 然后呢可以写这本书这样 很少是这样的现象 这种多数啊 Messenger 还有摩西也是 那么呢这类型的人啊 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就是啊 就是所谓的死者这一些对不对 啊 如果是死者的代表啊 我们呢目前可以知道 刚刚除非我们 除了我们知道等等的 刚刚讲的跳筒以外 那么呢还有就摩西啊 还有穆哈摩德 Nabi Muhammad 都是类似啊 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Nabi Muhammad Mu Muhammad 也是哦 Nabi Muhammad 好啊他们呢也是这样 那么呢这一些人啊 他们可以收到message 他有两个缘故 一个呢是敏感体制 敏感体制 啊敏感的体制 所以呢他可以收得到讯息 第二呢他可能吃了麒麟药 也会可以收到这种新讯息 啊麒麟药就是叫做 Psychedelic 啦 麒麟药 英文是叫做Psychedelic Psychedelic 那么因为啊这种Psychedelic本身啊 基本上啊服用之后啊 你的大脑啊 他的那个 那个Default Mode Network System啊 他的主要啊 让你产生 妄想的那个 那个部分啊会停下来 跟修禅定的状态一模一样啦 所以呢如果你是敏感体制 就是啊你可以通过放空的方法 来加强啊 你的通灵啊 通过他们通过放空的方法 来加强通灵或者是吃麒麟药 那么呢他大脑啊一旦出现那种状态底下 他就可以收得到那些讯息了 那么啊这个用麒麟药的 是哪里用麒麟药 那么呢就在巴西的巫师 巴西的巫师 应该是亚马逊的 亚马逊和的巫师 亚马逊和 亚马逊和的巫师 还有呢就是啊 印第安人啊 印第安啊印第安人啊 他们两者都有用到这些药 和跟他们的神灵进行沟通 亚马逊的人啊 他沟通就沟通 亚马逊里面的树神跟大帝子母啊 印第安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沟通怎样的神 所以大体上啊他们没有修禅定 没有修禅定 他并不需要打桌来达到目的 他就是吃这个药就可以啊 另外的那一些呢 他是通过稍微放空啦 那么那种放空就是我们气功有炼 那种放空啊在古代啊 他不用炼的 古代啊 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复杂 因此啊他只要看到一些 有固定频率的东西 就容易取一个的道 ok 预挽 ok 你有参加 晚上谁有去参加过萤火会的 举手一下 云火会就是有烧火啊 ok 这应该问比较年轻 ok 谁啊 同学啊 你有去参加一些活动 有听过 或者有音乐打鼓的 有固定节奏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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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有没有 二十四阶鼓令对不对 二十四阶鼓令 二十四阶鼓令 还有看过表演 ok了 这些应该不会有人上升 他是这样的 同学基本上啊 我们这边练过气功同学是 你可以进入气功态 因为这很多都练过 大概是十个MHz 十个MHz 就是说一秒钟跳十次 所以啊如果那个鼓声一秒是打十次 或者那个灯光一秒闪十次 或者是你自己啊 一秒数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就一样可以进入我们的那个放恐的状态 不用练自发鼓都可以 所以呢外面那些基督教啊 有那种啊 有个灵什么灵恩派之类 Methodist他们是这样的 通过啊这些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就是通灵 或者是通灵或者到灵感 有些通过Tangita 就给他一个接触 那么一些古代的无师啊 他们通过鼓声 或者是萤火啊 的晃动啊 都可以进到去那个状态了 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种种的情况 来产生 进到去啊 这种所谓的现象来的 那么呢刚刚提到啊 如果是啊 有些人啊 称自己为佛菩萨 但多数啊 是少数敢称这位佛菩萨 如果称自己是佛菩萨 可能是跟大妄语有关 同学何为大妄语 大妄语啊简单来讲就是说啊 我们叫Mutsawada 大妄语啊 它就是啊 就是自己啊没有 为正缘正 简单来讲大妄语啦 那出去可以写一写 大妄语啊 妄元天神鬼神到来 或者是妄元正果 这是没有的你讲有 如果有的 又另外一回事啊 你是没有讲有了 看到吗 妄元天来 龙来鬼神 还有就是正果啦 所以呢就是这些现象 应该啊 他就是可能是大妄语 如果没有他讲有的话 这样子啊 那这一个呢 就就会啊 如果是大家啊 都是为了这一些副作用啊 为了这一些啊 来学佛啊 我看啊 我们也是可能 我怕我们也是啊 很快会灭亡掉 因为啊 这种啊 就是 因为这种你信来的人啊 都是对自己有兴趣 他可能就对戒定会没有兴趣了 那么呢 会来啊 对鬼神有兴趣来问世的人啊 可能啊 离不开一些类型的人啊 呃 陈玉兰 你觉得啊 你啊 就是做这种投资买卖之类 这些人 会不会 比较 会去 相信风水 问世这一些 当他彷徨 会吗 会啊 如果他是 在大财主的话 我们就会了 好像我们这些小童子都不会了 哦 越大的财主越会啊 为什么呢 好像 好像我们做生意哦 我们会固定 供养一个风水师咯 会有这样咯 就是啊 他 选时程啊 选方向出门这些啊 在重要的 呃 谈方面 在大财 就是谈大财主的 嗯 像个生意的时候 嗯 哦 他们都会 请教他先咯 嗯 有个意思就是说啊 这些人对自己的信心是有 但没有100% 他也相信一些看不见的力量 类似风水这些 所以他会去参考 看到吗 所以一般上生意人啊 最容易啊 会吸引得到 如果你是炫耀神通啊 有能力这样 还有第二类人也很喜欢 那就是搞正式的 这两类人蛮喜欢啊 因此是你吸引不到真正学佛的 反而吸引得来的都是这些人 看到吗 所以呢 像我们正规学佛是 我们办气功班都好 大家知道 我来学气功 过后呢 希望啊 基业跟病可以成就 然后可以开发会这样 看到吗 我们都有很明确的动机 所以我们来啊 来几十个 全部都是为了这一些的 那么呢 这一些啊 算是在动机上是比较正确 我们是为了要成就禅定 开发智慧 然后希望可以减低烦恼身体健康 之类的这样 因此啊 它是有些关联到的 所以呢 这一些啊 我过度强调以这一些啊 来弘扬佛法的话 它会来到很多人啊 未必是真心要学佛的 这东西你看一下 就他讲的这一些啊 如果啊经常啊 讲这个他是佛菩萨化身等等之类 他有可能是什么 鬼神啊 外摩附身 显异或重 尤其是鬼神 外摩附身 它的可能性就很高了的了 这样子 然后他讲啊 虽然呢有一定的灵烟 但与信仰者啊 卧腹无补 意思就是讲 他可以有灵烟 但是啊 对于你的卧腹 没有办法有明显的帮助 我相信其实同学啊 如果你本身啊 一定有去试过什么 古代啊可能都会用生成八字啊 去问 当有一些疑惑了 那么呢 手掌啊 掌相啊 这一些啊 这一个啊 玉京 有没有去问 或者现在啊 会去问塔罗牌之类的 有没有去试问过这些 有谁有试过的举手一下 现代古代什么 你都有去试问过的 OK 陈玉兰还有呢 OK 李温 OK 验证 你没有去问过这些啊 验证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啊 因为我的 我的什么 我的八字都不 不清楚啊 OK 那就没得了 看长那些也没有去问过的 没有没有 都没有需要 翠玲也是完全没有去问过这些的 没有吧 也是没有 这边的人啊 非常的振兴 振兴到啊 连这些经验都没 哈哈哈 OK 师傅觉得啊 当你去问很多这些 这时候啊 表示说你去问啊 我想问我的婚姻这样 你留意 他其实啊 多数啊 他的系统啊 正规的话 一定回到去 你为什么问婚姻 你觉得 是不是你的性格有问题 或者是说啊 你跑去问 我的事业很糟糕啊 哎呀 那些人做事也不还钱给我 但其实我发现啊 很多不管你是问什么系统都好 对不对 他们的那个解决方案啊 都回到去 你是不是你的观念有问题 然后你的观念来自哪里 可能来自你原生家庭 所以可以了解吗 哦 其实他的正规这些啊 他都会从你啊 自己的观念下手 因为啊 你生意做不好的话 你去怪在外聚 很可能你本身的经商理念就有问题 你本身不会做生意 那么呢 你本身如果老是问婚姻的问题 那么呢 首先啊 你老是怀疑啊 你的另一半会不会有外遇啊 那么多数啊 他都会问回你自己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是你本身有问题吗 同学你了解吗 所以多数一些正规的这一些 他一定会从你本身下手 因为啊 他通过你来啊 去看给他看 不管是从手掌啊 八字什么都好啊 他都会尝试先解读 而你这个问题很多 来自你的原生家庭 这些心理舞踏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大家是不同的方法去解读你 只不过是系统不同 有些是古老啊 那��儿啊 他 Noch seeую 看星星有关啊 又或者是啊 什么指揮斗述啊 等等之类 看掌之类 或者看塔罗牌 或者什么等等之类都好 现在许是很多 他都会回到自己 这心格那里 而你的性格一定啊 都是跟你的童年有关 所以呢 这种货介意 他 real as well 因为如果你不改你性格 你问10次哪里有用 一样没有用的 你可能困惑一些 他指点方向给你 但是问题就是你已经知道了 原来我每次做生意失败 就是因为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你接下来就要改了 你都没有改 或者是你没有找一个partner 来帮你把关你的钱 你永远是存不到钱的 所以我们多数人去问这些问题 彷徨一部分跟你有关 一部分可能真的是外在的一些风水鬼神有关 因此是同学 在你还没有需要去问之前 其实你可以通过现代 很多一些心理学或者是什么 舞蹈技巧 通过认识自己开始 你的问题解决了 你其实都不需要问太多 即使你去问 我听说以前有些人跑去问什么百龙王 对不对 你把他困惑问了 我听说他有些人是解答 你应该多做不实了 这个对你会有用的 或者你应该回去多点孝顺你父母 你没有听说过很多高手给你一些大案 很普通罢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你们这般人听这些性质 好像虎水平平淡淡的 没有反应的 其实这种课题啊 在外面很多人很有兴趣的 很有反应 你们就讲到好像没有目的 来至终有请 怎么样 知乎应该我们是属于那种 理性派的 然后法性人 就算我们知道有这种情 这种方便 我们也不会随便去用它 大概也是不太喜欢发表 没关系我来讲完它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 我负无补 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得准都好 如果他是分析你的性格很准 而你本身不去改 其实也是没有帮到你的 你也是一样的 你问十次都一样的 所以你每次去啊 他正规到他收你钱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你都问同样的东西 因为你的问题 都是同样来自于自己 所以同学你看一下 所以他讲真心的佛教徒 不该表现这种身份 因此是同学 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不该表现太多 的确 同学我有遇过一些有这种能力的人 他到最后 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蛮失望 为什么呢 那些人呢 有很多是好奇来问又问 尤其是啊 你有能力看到过去事 他都是好奇来问 问完之后 好奇已经没了 他也是 也是没有去改变自己的性格 让自己更好 或者是说 让自己准备啊 下一次的人生的 他的逆境也没有啊 看到吗 所以问到啊 是于事无补罢了的 你一公开来说啊 我可以看过去是这样了 全部来问 我的狗跟猫投胎到哪里啊 我问完这些啊 他未必啊 会去改良自己的性格 让自己向上的 可以明白吗 所以就这个缘故啊 我们七公班有同学有分享这些经验 我都会回去 回到去就说 哎 故你的品德有没有改掉 对不对 惠评看到吗 有没有留意到啊 是否很强调 哎 你品德有没有改掉 所以很多同学啊 他报告完他说啊 我觉得我的脾气变好 这个后面才是重点来的 你了解吗 这个才对的 或者说我有些观念纠正了 这个才是对的 因为这两个改变了 你整个命运就跟着改了的了 这两个没有改啊 都是啊 这些啊 问来问去也是问爽罢了的 这样子 好 然后过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他讲啊 这一些啊 自称是佛之类啊 表面是行道救人 事实上是祸乱人心 因为啊有一些是 他不叫你改变自己 就是叫你求保佑 啊 然后呢 可能叫你捐钱啊 求保佑 所以为什么说会有祸乱人心 那么呢 在菩萨里面同学啊 佛教里面讲 弥勒菩萨将会出世 在五十六亿七千万以后 成为第二尊佛 所以呢 现在市面上啊 谁讲他自己是未来佛的话 通通都信不过了的了 好 然后呢 同学留意啊 我们的菩萨 有几种了 第一 是经典人物 我们讲是叫做宗教人物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但是经典我们认识到他 像本是文书菩萨 你从哪里得知文书菩萨 ok 欲清 你是怎么知道认识文书菩萨 通过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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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听过师父讲 你有去庙看过文书菩萨吗 其实不认得是哪一尊 这样的话 那文书菩萨进你的梦中 你也不认得了 对不对 是吗 对不对 看到吗 所以他连真识都不认得 就只听个名字罢了 所以呢 大家熟悉的 第一章菩萨 文书菩萨 菩萨菩萨 都是从经典出现的宗教人物 就是一类 ok这样子 第二类呢 是哪一类 第二类的菩萨 就是真实历史记载他们存在的 那就是这一些了 同学 就是这些龙树啊 马民无佐事情 所以比如说这个马民 对不对 你wikipedia打一打 马民啊 他会告诉你 他是几十出世的 来看到吗 法名不详 他会记载 但是大概是几十 你看 我们看一看 你看大月生活在西元二世纪 这种就是真正的历史人物来的 这样子 然后呢 但是啊 如果表示说 你把这个 就是比如说 普贤菩萨 你去问wikipedia 他 不会告诉你 普贤菩萨 在下 普贤菩萨 比如说普贤菩萨 我们看一下 他不会告诉你啊 普贤菩萨今年几岁啊 和年和月出世啊 在哪里没有的 看到吗 他因为这一位啊 是经典里面出现的宗教人物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辨设得到啊 两者的区别了 同学看到吗 来 没有讲他几十公元几出世的 所以你知道哦 这些啊 就是宗教人物 然后另外一种菩萨啊 是啊 我们讽他 比方是说 有一位叫永明元寿啊 法师 他是法师来的 那么呢 信众啊 觉得哇 他念佛念得很棒啊 然后呢 又修苦行 他应该是阿弥陀佛的化神 过去就开始传了 那么呢 他就可以告诉啊 佳庆 佳庆听了啊 又跑去告诉俊达 他是阿弥陀佛化神 然后就告诉新闻 一传就哇 全部都传开 但他自己没有讲 是我们大家认为是罢了 同学这种菩萨啊 哪里最多 泰国最多啊 泰国不是菩萨 是阿罗汉 可以了解吗 在泰国非常的多 类似啊 这样子的阿罗汉 他已经到了啊 就通街都是我听说 周围都是阿罗汉 好来 各位我们再看一看啊 因此是这个就是另外一类型的了 另外啊 这些就是我们称他为化神 那他有举列哦 比方说这个永明元寿禅师 那么呢 还有一位是天台的智者大师 我们称为东土小世家 这个也是我们给予他称号 这个他是在天台山智者大师 蛮出名下的哦 天台中的主食啦 过后啊 有一位 大家比较熟悉 地藏经 这个地藏经 九华山有个所谓的 地藏菩萨的化神也是我们认定 他其实啊 叫做经地藏哦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到九华山哦 看到这一位哦 九华山 经地藏哦 那我们看一下 经地藏就是这一位了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封他罢了 哦 我们自己封他罢了哦 他其实啊 真正来讲啊 他是什么 他是新罗王子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哦 看一下 那这个看到吗呢 那他讲了 新罗国 现在的韩国 有一个年轻人 到那个地方去 到九华山那一边 过后啊 大家就把他跟地藏菩萨 连贯起来 就称他为地藏菩萨 所以都可以写下 新罗啊 就是南韩 而他本名是叫做金桥爵 他在九华山那一边出家 在九华山那一边 然后呢 过后不知怎么样哦 大家把他哦 跟地藏菩萨灵贯起来 地藏菩萨也成为哦 那边的标志 但如果你只能看地藏经啊 地藏经没有提啊 金桥觉这个人 没有提到的 地藏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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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经啊哦 他基本上是宗教人物了 欲华 地藏菩萨的来历 地藏经里面啊 他的地藏菩萨 主要是他在哪里出现的 你送地藏经那么久啊 他在哪里跑出来的 他 古文百师会问什么 哪里跑出来 地藏菩萨是在哪里 这部经啊 是在哪里讲的 哦 道立天 师尊在道立天为母说法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一出来啊 就是这样的场景来的 对不对 像你送地藏经 他出来就说 哎 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里面 然后呢 地藏菩萨放光 他就介绍地藏菩萨 但是啊 如果是讲啊 地藏菩萨的来历之类 可能像阿弥陀佛这样 都会说啊 在好久远以后 久远期以前啊 有个人发愿啊 通常都是这样 地藏菩萨有 有谈到来历吗 对对 他曾经啊 就是 是什么啊 是个女众来的嘛 对对 波罗门女嘛 有有有有 有讲他来历 就讲他过去是来历来历 阿弥陀经也是这样 说这些人的 很早期的来历是如何 都是一样是个凡人来的 过后啊 通过修辞啊 虽了好久就到现在这样子 就成为经典里面的人物这样了 好来过我们再继续看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所提到的 好 过后啊 同学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 一般上啊 我们呢 讲的一切 未来都是佛 佛哨 都是佛的化身 这一个呢 是一个我们比较啊 general的一个讲法了 所以呢 我们一般上啊 都必须要知道啊 就是 看来那些自称啊 是佛菩萨化身 一般上我们就去追查他的历史背景 这样子 这些人可以知道你的历史背景 可以预言你的未来 这样子 那么呢 这个能力是来自什么 第一 可以来自慈咒 跟修订 俊达 你们念那个孔雀明王经 孔雀明王咒里面有没有讲 通过啊 和念咒可以得到神通 我这样子提到这样子的经文 有什么特别的功德呢 可以到 修到丁就有了 刹身空也没有讲到 可以修到丁 那么呢 可以依兵对不对 啊 对 对 因为孔雀是吃蛇嘛 所以孕育它可以治兵对不对 这样子 还有什么特别的功德呢 有没有讲到可以啊 就是 使唤鬼神之类 有提到吗 嗯 这样子 就是可以换 叫那鬼神来一下 有提到这些吗 嗯 是这样 它因为 这个孔雀明王菩萨呢 它就有复法 复法就是这些隆天 隆天的复法 或者鬼神的复法 嗯 这样子啦 随便说也会有鬼神 你念它的咒语 这些都会扩来 跟地藏经讲的一样啦 都是有鬼王啊 这些这样子 对对 在我们北传呢 这些咒语啊 同学 其实啊 有一些咒语 是可以造影鬼神过来的 这样子 可以造影鬼神 所以呢 这北传的修持法门里面 一部分啊 会跟这一些集合到 所以呢 如果你本 他们明天有通灵提示 这人有学这一些 他就可以用这一些 来达到啊 就是帮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啦 如果有什么冤情债主啊 或者是降头之类 就可以用到这些能力啊 去做这些事情 好来我们看一看啊 所以他讲这些也不算神通 不过是咒语鬼神感应 跟擦浅鬼神 俊达刚刚刚你讲的一些不稀奇 原因是啊 大悲咒也有这些能力啦 俊达 所以你那种军明王 不需要奥奇 因为我有教过 那个大悲咒来历 后面蛮多啊 其实啊 都是啊 拿来啊 可以治病啊 甚至是可以啊 好像变法术这样 大悲咒后面啊 他的咒语配合啊 那些用的法物啊 都是有呼唤鬼神啊 可以啊 就是啊 解决蛮多 形形色色的问题啊 这个我记得 教过 我记得 你说孔雀灵王座也有这些啊 也是有 也是有啊 所以就有这些这样的现象 对 好 来 至终来 你请讲什么事情啊 师傅想请教一下啊 因为 最近在 呃 分享佛法的时候 呃 很多那些 不是真性佛教姑 他都会说 过往的经验 呃 认为 在车上 在任何地方 是不可以乱念经 不可以乱念咒的 这是对的嘛 哦 OK好 首先一定要先知道啊 你有问回他吗 为什么在车上啊 不能够乱念经呢 他有讲什么原因吗 他是说 从小到大 那些长辈说呢 念的这些经验的咒 会惹到那种肮脏的东西来 哦 就是说会惹到一些鬼神到来嘛 对不对先 这个其实啊 跟以往啊 也是很流行说 半夜不要念大悲咒一样 这样的道理啦 好 这个呢 其实是啊 需要分一些层次来谈 那么呢 就 他们啊 我相信是有一些经验成分在里边 就是说啊 通过你念一些咒语 那么你会有能量出现 那么那些鬼神的确他们会到来 那他到来 其实是希望啊 你回向 你对他起善念 你回向给他 过他拿到功德 他就离开 那么呢 可能有一些人啊 他们念 那他们本身的感觉到这些东西来 那来了啊 他又没有进行回向 便到造成困扰了 那么呢 但是我所知道是第一 多数的人啊 他来了 你也不知道的 对不对些 没有几个人是那么敏感知道 那多数人啊 我们念咒啊 都当初是修禅定的一种方法来的 多数人是这样的 所以呢 因此就这个缘故是 如果你本身你可以感觉到他来 完了 你对他进行回向 那么呢 如果是你担心啊 你跑到去坟场啊 或者是去到医院啊 你有念到经咒之类 那么呢 你也可以啊 顺带回向 希望说 周围的一切的中心 可以往生散去 你的那个信念的力量是有的 如果是啊 你有累积到病的话 因此是 这个应该可以安心念 那么呢 一来你不敏感 二来呢 也不是在医院啊 坟场的地方 三来没有进行回向的话 大体上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因为啊 这个啊 如果你当它是真的话 对不对 你很难选地方 对不对 你了解吗 可以念的地方不多了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话 那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家也不要念 那么呢 是不是半夜也不要念 是不是logic上 更多鬼神半夜跑出来 这很多这种问题啊 没完没了的 全部都是你去想 你也看不到他来 所以一开就不用理了 那么呢 就是有念 然后你进行回向 这样就好了 那么呢 念的时候要选一些地方 就比较理想这样的 师傅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因为我的经验是 我去到医院 我更加要念啊 哦 你念完也进行回向咯 然后我去到一些 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应该是更加要念吧 对对对 你念完又再进行回向咯 那么呢 有些的确他念完 他会很不舒服 因为啊 那些鬼神到来啊 他得到你的能量这样 之类这样子 但是不是每个人看得到 所以呢 看不到啊 你把它 当作每个看得到的人来讲啊 只会吓到人罢了的 他的好处 坏处都不好处了 谈过多这个现象 因为他的理由就是说 他在平时没有听过有人念经嘛 只有在有人去世的时候 才有祝念团念经 所以他以为那种经是在那里 没有啦他们不了解 其实啊我们这个啊 也是可以通过修行 就是我们啊 大体上也是 什么 我们念经可是拿来修 定他们不知道 只想到啊 念经就是死人 就以为这样子了 好 那个大北咒啊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啊 就是 看一看啊 大北咒的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咒语后面啊 的确是有很多形形式的咒语 给同学见识一下啊 来同学看一看啊 是他后面大北咒的 种种的咒语哦 有四十二手眼 来同学看一下 你看啊 那这一边啊 他看讲啊 如果啊 猫而所诛啊 那你看我们这边看起 你看这个咒是叫做大北咒 这个是他经文以前我们上过的课来的 他有讲佛告阿难啊 观世音菩萨说的咒啊 没有假的 你要请菩萨来怎么样 他说 咒浊罗 浊聚罗香 三七片 找种香来念 念给他三七片 你看啊 过后你看他讲这个 如果啊 为孤独所害 中了酱头 怎么样 他讲你看啊 你讲啊 用啊 龙脑香 还有灼聚罗香 然后再拿一些水 然后呢 拿来煮 过后呢 念一百零八遍 再拿来用 看到吗 这个是明显 把它当作是药来的 然后还可以处理什么问题 你看啊 厄院很像某书 很明显 这一些啊 就是啊 人际关系的问题来的 过后呢 再看一下眼 看啊 眼睛 翻眼睛 眼睛有问题 你看啊 这些全部都是疑病的 这些就是 死鬼欺负十年病 这些病痛啊 是跟一些鬼神有关 你看 找什么 吐的分边 看到吗 这时候不要吃五星 过后呢 用摆戒指 做成炎 这样 看到吗 耳聋啊 难产啊 被火烧啊 等等等等 看到吗 所以啊 这整个大悲咒本身啊 那还有啊 强服鬼神 你找出木患子 不只是去哪里找了 念咒弃边 过呢 图上啊 这个疏密 疏密 疏密 过呢 在大悲向前做指 就可以降伏大力鬼神 看到吗 所以呢 还有啊 夫妻不和啊 虫咬你的田架 等等啊 看到没有 医病 暴罗万象 你看他的每个法师 都要找些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兔子分辨啊 很多名字我们都不晓得 所以可想知啊 咒语本身呢 是一个很广泛运用 可能当时的医疗不发达 图室可以探了 来做妖 加上咒语的加持了 那如果这样推论的话 现在啊 如果你本身修什么地藏法门啊 或者 嵌俗关于法门是 你去看了西 对不对 你对那个妖啊 再加上咒语 就多一份能量了 应该会更见像 以这种这样子的情况 推论来看这样 好来 这个就是大悲咒语有相关的 给大家知道一下 好 顾语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讲啊 而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啊 不能改变定业定果 就只能尽心尽力 唯恶驱散 然后他讲啊 未来的命运 都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里了 所以呢 我们讲了 这些 我们讲了 鬼神感应的东西是 都是有一个范围的 这样子 过后呢 他有提到啊 这边刚刚有讲到 有这种能力的人啊 大概一千个 只有很少数的人 可以预知能力 但是在我们佛教 有一个宗派啊 很多小孩子啊 他们呢 都可以找到 一些小孩子啊 都是啊 过去是投身有这个能力的 是什么 是什么地方 你有听说过吗 翠云听说过吗 没有 家庆呢 有听说过吗 可以催眠啊 啊 不是 就是小孩子啊 可以记得自己的过去式的 我好像是在网上有看过 在中国 好像是 云南那一带有一个乡村 他们里面的人都 都知道来是 过去式的 好像叫童竹吧 然后呢 他们呢 吃了一个鱼啊 红式的鱼之后 他就会忘掉过去式东西 我有这个 稍微有听过了 不过佛教里面啊 就是西藏了 所以西藏啊 找他的前世啊 他们的老师和佛 这一个啊 是我们比较啊 熟悉 宗教上的了解他的前世了 好 所以呢 这一些啊 但是不多人有这一些 不会太多 另外他讲啊 如果蓄意培养的话 他说啊 如果是在孩子大了之后 能力慢慢会消失 同学啊 我们大体上啊 有一个岁数啊 到了这个岁数之后啊 培养会非常的困难 李温你猜是几岁开始 他慢慢能力会退掉 然后在那个年龄之前 必须要培养的 李温你觉得大概是几岁了 我们人我们人类的第一次的青春期是几岁 十三 哪里十八十二岁了 哎呀十二岁 有了遇到吗 十二岁开始第一次进入青春期 你们女众第一次月经来不是十二岁来啊 十八岁来呢 对不对 十二岁嘛 对不对 是吗 啊对 这个就青春期了 男性也是第一次会有余经 他这一个生理现在一出现了 哦 同学 他先天带来的能力统统没有到完 会没有到完 因此要训练那些哦 特异功能的神童一定要在十二岁以下训练 过了十二岁以后啊很难训练哦 不过那天呢我听到一个报导哦 蛮独特就是是提到变性的 原来在台湾哦 他们开始发一种一个变性制度 那么呢就是希望哦 他身份证换掉他的性别哦 但是不要做手术 这样子 不要做手术哦 就是说哦 如果一个男人很想当女人 或者一个女人想当男人 但是你希望啊 身份证改掉他 然后呢 但是不要做手术 这样子 那么呢可能啊 有一些人啊 他只是啊 就是换个服装 他就很满意了 一个男性他想当女人 他换个服装就满意了哦 那么如果要当手术的话哦 哦原来哦 他根据这个访谈啊 我所知道他讲是 最好是在十二前做手术 因为啊变性手术 如果不在十二前 十二岁前做啊 十二岁之后 男人的声音出来 比方说你本身啊 是个男人你要做女人 你的男人的声音出来 就逆转不到了的了 哦这样子哦 所以呢 就啊 最理想就是 你可以在十二岁之前啊 确定要变性 十二岁之前做手术 不要在十二岁之后 啊这个在外国啊 原来他们普遍已经有这样子的经验 哦 这个我也很 我觉得蛮合理啦 不过我是第一次听 还蛮新鲜的哦 不过我在想 十二岁足够成熟讲 他要变女人 或者女人变男人呢 这也是个问题哦 因为你十二岁可能还在很困惑 哎 我是男人女人还搞不清啊 对不对 但是就是啊 按照这种生理哦 变性是如此 那么呢 开发神通异能 也是这个年龄 好 这样子 好 来 给我们再看一看 然后他讲啊 他们的这些 不过现在很多人啊 都有这个能力啊 得到这个神秘能力 因此都可以用科学来进行解释了 然后呢 就是啊 这些鬼神的启示修行方法的话 通常都会用秘法 大法无伤法等等等了 好 来给我们看下面一段 嗯 OK 好 好 下面一段 验证 你可以读吗 请你读一读 下面这一段 来 不过这一边就请 不过有个 共通的后遗症 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 一旦便用泪移的方法 直产生反应之后 就必须受神鬼力量的控制 失去自己的自由自 而抑制 亲子 从表面看 还如常人 中子就会变成精神不稳 心态不正 从原以 常吐和眼神都能表现出 以什么常人的情态 如果希望脱离控制 往往心不由己 身不由己 如果抑制立强 发现已经物入 我不会读 这个歌 不用理他 直接读下去 不用理他 有变度变没变度 就见他 也想抽身 但也清理一般精神和肉体的煎熬 往往继续到一年 两年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 深醉与神秘经验的人 脱离 回向正性的佛教 不是不可能的 其实相当不容易 这是非常不幸的 好 接下来请翠玲读这一段 来 有人虽不自称是某佛菩萨的在 心坑世界传承 于某佛菩萨的调整和印证 自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修行禅定 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 第二种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 第三种是在清醒状态 听到或见到的降神现象 如果是在定中 一定不是深定 深定非有心 非无心 非有境界 非无定界 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景 这种定境 因属于类似做梦的状态 人在睡熟而将醒未醒之际 会做梦 将要入睡之前也会做梦 但两种梦的性质不一样 前子比较清醒清楚 后子比较混乱 同样的 定中所见境界 则是在 则是在 善乱心未处 统一心未现 但已经失去 现前境界的 绝受之时 内心的妄念 所造成的一种 反噬作用 所以定中所现 和梦中所现的佛菩萨 往往并不是来自 心外 另一种类似 灵媒所见的降临现象 是神鬼 晃现 为佛菩萨 可有鬼神天仙等说 如果不与三法印相应 那就不是佛法 而是外道 一般的鬼神 假界佛菩萨的名号 所说的种种 虽然也用若干佛邪的名词 他们的城市 乃不能破离 异界鬼神的范围 所以是否属于佛法 应该用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激进来运证 这是除烦恼 去执着的方法 在《任言经》 《五十阴魔》 《摸火指观》等 都曾详细地讲到 什么是魔镜而非正镜 这就是为什么禅宗 重现传承的原因了 从达摩祖师开始 代代以心传心 而谢力也强调戒体的 诗诗相成 虽然后代有无诗而自证 但至少应该与佛经相应 与正统的佛法不相违背 有名诗求诗证 不欲名诗之当求精证 否则 纵然自称是佛的弟子 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 本质上还是佛佛法的外道 所谓古神 如果他们传过的是正性的佛法 那就是佛法神 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是否合乎正统的佛法 不在于用鬼神的名字 或佛菩萨的名字来说法 而是在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 也就是不因人肺炎 也不因名而不辩邪证 读得很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还好你们有鼓励 你们的反应 我还以为你们睡着了 还好你们会鼓掌 念得很好 就是验证刚刚这一个是念旗图 不会的话你就有边读边 没边读中间 这个是念旗图 师父 因为我没有读华文字 我的华文字是听歌和念经书学来的 这样子都可以学到这些爸爸不错了 所以不好意思 一般上在我们叫你读的时候 也不会你就绕过他 不要停在那边 哎呀我又不会不会 没有人这样子来读经文的 自己读过去他 过往在你矩阵你明白吗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后后这边就有提到 共同点就是 请鬼容易送鬼难 意思就是如果你把他请来了之后 过后啊 你会被他控制了 同学啊 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 Astro好像有播过一套 戏叫做通灵少女 然后收视率很高 是吗同学 有没有人看过通灵少女 我不知道是Astro播还是哪里播 今年是没有播还是有看过吗 没有师傅我没有看过 没有对不对 如果有你一定会看 你知道对不对 对 如果有我会看的 原来你那么 这问题就刚好 OK我记得就是 那个通灵少女 我好像 我不知道哪里看过一集两集 就是台湾一个真实人的通灵版本 东西你们知道吗 一般上通灵的人 他们体质敏感 那么那些鬼啊 很容易进他身体的 那么呢 当一个鬼可以进 第二鬼也可以进 而且有些进到他身体过后 他整个人很虚弱的 很虚弱的 所以呢 因此 通常啊 而且你要啊 过后你觉得 我要强力意志 不要给他进 不容易 想那不容易 因为你的体质本身啊 就是容易给他入侵 有些同时入侵好几个 所以变到啊 人家会当他是神经病 如果啊 你找错人的话 就当你是神经病 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我有 就是第一 我有认识到一些 他也是 就是通鬼神之类的 然后他的太太啊 就跟他离婚了 因为他太太讲啊 你跳通啊 我很丢脸啊 我看我们在离婚 过后就离婚了 真的喔 不是每个人觉得很荣誉的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人觉得很荣誉的 然后过后那天啊 我有听一个podcast啊 有一个导演拍成电影 因为他整家啊 他的哥哥就是跳通的 那他哥哥啊 其实啊 基本上啊 除了跳通以外 他是跳玄天上帝 根据那个podcast讲啊 他哥哥其实基本上啊 就是做什么都不成的 一事无成啊 做什么事业都碰壁 做什么都不成 所以那些人也很很奇怪 就是讲啊 你怎么做什么不成的 你跳的那个神那么厉害 那么那些人就问他 你又去问那个神啊 为什么你可以跳通 但是你却做什么生意都一事无成呢 世民你猜那个神如何回答他 那个神是用佛法来回答他 你猜是什么回答 佛法不够 对了 你就是说你没有修到其他东西啊 你什么都不会 所以你什么都不成了 你明白吗 所以呢他开头啊 他不要跳通 到最后啊 他唯有就去跳通 为什么呢 他做什么都不成 他唯有通过跳通啊 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才听那个Podcast 他们拍成电影 你知道吗 叫什么神来之家 这样 因为那个导演 他说我哥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的 他说随便到啊 所以这些跳通的人啊 一样的 像刚刚我们讲的那种鬼神的人 他未必会很富有啊 或者是未必好过你的 吃啊喝啊旅游未必好过你 可能更糟糕 可能做什么都不成 就是少了这种这样的能力 世民出了什么的福报不够啊 还有就是他没有去修到那些技能 过去是没有修 今生也没有修 这样子 那如果过去是你有修的话 你今生学起来会很容易的 所以啊我记得以前啊 我在沙巴的时候啊 跟几个佛友一起聊天 蛮好笑的 他们有去看通书吗 那个通书啊 他的心目很有趣 有一个他讲啊 哦我看通书通书讲啊 我过去是带把剪刀来的 我讲对哦 他讲啊 所以啊我做裁缝很厉害的 一看那个衣服我就会剪了的 不大学校学的 然后另一个佛友他讲啊 哦那个通书讲我带个算盘来 的确我做这样很厉害的 很容易学会的 看到吗 所以呢同学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系统啊 去描写你过去世的能力 而我们说是过去世的夜邪啦 这佛教的名称啊 所以贝多芬会弹钢琴 所以一样的如果贝多芬啊 好去问那种通书通书讲 哦你过去世啊 你可能是带这个钢琴来投胎啊 什么样的 一样是讲这样的东西的 可以了解吗 所以呢这个天分 所以有些他没有这种天分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带来 他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跳筒 这样子 所以有这些现象 所以这些人呢 未必快乐的 同学 所以他讲 你看到吗呢 这些人呢 基本上啊 很多时候是不由自己控制的 然后啊 意志力强啊 要抽身 也很难恢复正常 同学我们 我之前我们有个佛友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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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好长的时间哦 才抽身脱离啊 不让鬼神附身 阿卡特讲得很好笑 他本身 他其实是个会计师了 那么呢 有一次他中风啊 一位会计师要 要交账嘛 那么呢 他就中风 做得好 就想他去还愿了 他是去哪里啊 他是去四大名山 峨眉山还愿 那他去峨眉山还愿的时候啊 他讲他在天空啊 听到一个声音哦 叫他去找普贤菩萨哦 他都没有学佛的 那他想着去找普贤菩萨咯 那么呢 他也听到 后来啊 他就是在饭店一个地方住啊 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那个开始了 吐吐吐 然后呢 睡觉睡觉 大概十天断食 断食之后啊 一个晚上啊 他梦到啊 有个菩萨神灵到来 在他旁边 过后啊 好像拥抱他是怎么样 过后他开始改变了 他讲 从此之后啊 我开始穿衣服 穿白色的衣服 我会盘腿念心经 然后我整个人会录定我 他讲哦 他讲哎呦 这个不是我来的 我都不是这样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然后我啊 他过后啊 慢慢啊 有人坐在他身边 你坐在他旁边 他马上讲 哦 你有这个病 你放心 我可以啊 开个药方给你 他就开始写个药方 他心里想 我以前不会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一传开啊 他讲啊 哎呦我一开门啊 那些人啊 全部都在门口那边等我啊 我的家里的神坛了 他讲 我不要这个东西 这不是我来的 经常啊 那些人啊 有车卧啊 他会有灵感 想要去告诉他 哎 你可能发生意外 他讲这不是我来的 我不要这样的东西哦 但是啊 他的会计楼的生意越来越好 你知道吗 所以他总共觉得 本不对劲 他想尽办法 要脱离这一个 后来他用十年时间 终于正常了 哈哈 然后啊 他的家 就是那个佛像开光 叫我去开光 我开了光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讲 你都那么厉害 怎么不要自己开光呢 你猜他才会回答我 他讲 他就没有 我只想找个正常的法师 来帮我做个正常的仪式 我觉得我以前 我不正常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同学啊 这些人啊 当东西上他神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会计师啊 就是那种啊 很会啊 算钱啊 斤斤计教啊 在英国考会计文凭啊 那种很典型的那种会计师 他做来会变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可想而知啊 会有这些现象 因此啊 这一个一旦啊 你的缘分到了啊 哇 你要脱离也不容易 终于他成功脱离了啦 这样子啊 不过后来 迟了啦 那我对面那个讲啊 哦 有方法的 其实不需要那么辛苦 有方法啊 通过一些方式 什么禀告之类啊 可以说啊 我不要 你不要来这场 我不要 我不要帮你跳筒 你赶快离开 我也不要这种预知能力 所以同学可能啊 你开始觉得很爽 那现在你看这篇文章 还有我告诉你 他们多痛苦啊 你就知道一点都不好玩 还是做个平凡人 做个平凡人啊 像今天啊 秀珍哦 都共打下太极 去喝下咖啡哦 去拜拜餐 来二弟那天气拱哦 还是这样比较正常一些 这样子哦 好来 给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他讲啊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他讲啊 这些啊 他们呢有一些啊 宣称是佛菩萨有教他 有几种现象啊 同学 定中显现 梦中显现 然后呢 清醒的时候 收到message 三种现象 这个第一种啊 就是在定中显现 同学这个我们 佛经有记载 定中见佛 我们大乘经有一部分 是定中见佛写出来的 所以大乘经啊 不是全部啊 都是在啊 印度第一第二三次啊 结集啊 开会啊 定出来没有 大乘经自己本身都说 我们大乘经的来历 一些是从定中见佛 知道的 那么有一些是天人 因为天人寿命很长嘛 那么呢 如果你定中 可以见到天人 那天人讲 哦 当时我在 我释迦牟尼佛讲佛法 我有在啊 他就告诉你 然后你记得 他也是一个来历来的 看到吗 所以呢 我们要完全脱离这些啊 宗教不可能的 一定有这些东西在啊 只是要如何去辨识他罢了 好过呢 梦中显现啊 梦中会看到啊 这个是蛮不便 这个也是啦 通常梦中容易入梦啦 所以呢 那我进来有看到啊 他是谁了啊 才进来看到巴勒 他学东西是梦中啊 的高人教他的 啊对对对 是就是那个李世成啊 他常常试验的那个对象 是顺楚灵 他本身就是啊 很多一些法术 他是梦中的人教他的 第二种就是梦中里面 入梦教他哦 然后呢第三种是什么呢 非清 在清醒的状态 看到降神啊 看到吗 清醒状态 你依然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呢 这个清醒的状态 看得到有一种方法 哦 叫做阿卡西记录啦 阿卡西 叫做阿卡西 这个阿卡西记录本身呢 是一种 念一个路径啊 念他一些经文对不对 你就可以啊 也可以获得他一些讯息 那这个讯息啊 可以是啊 读你自己的过去读到啊 你自己或者读别人的未来诗等等之类 或者是啊 他自己本身有什么疑惑都好 阿卡西啊 掌管的神啊 会把讯息啊 流露出来 让你解读 以便啊 这个个案可以得到成长 同学这个读到 阿卡西记录本身是 他不是降神来的啦 这个是其中个案例 是在清醒状态啊 也是可以听得到 看得到的 这叫阿卡西记录 这个阿卡西记录同学啊 不需要禅定啦 不用禅定啊 我有上网去稍微看一下这一个 我有找他书来看啊 因为进来我有广泛的阅读 就是这个来的啦 他本身就是通过一个路径 就是念他的经文啊 你就可以click到一个人的阿卡西记录 阿卡西记录有点像我们的阿赖也是这样啦 在那个记录里面啊 有著存你所有的讯息那边 他有些放得像图书馆 不过啊 比较更明确 应该像iCloud 只要你跟着他的经文 那个应念啊 你就会click得到那个讯息 过后啊 你可以要求啊 我要知道我的什么东西 他会跑出来给你了 不过呢 要培训啊 因为他有时候 你会怀疑 也不知道读的是真跟假 这样 所以需要培训 这个是清醒状态 可以达得到 所以呢 不需要通灵 他直接通过这样的方法哦 就可以啊 读到 也可以帮别人解决他的一些疑惑 这样子啦 好 这个呢就是相关联的 这个阿卡西记录有谁有听过的吗 有没有 哦 翠玲有啊 你在哪里听过阿卡西记录啊 其实啊 师傅 我很喜欢看那些啊 youtube里面那些通灵的 啊什么身心灵那种东西啦 对不对哦 我每次有看一个 有一个很年轻的人 他去主持的youtube 他常常会 会 会 去探灵这些啦 我喜欢看嘛 哦 这样嘛 最新的一集呢 那我就看到他在记一个 嗯 他说那个女生是被 被 被一些 鬼神 鬼 好好先听听先 我还有十分钟到时间哦 我先我读完加先 下一次啊 你有机会啊 哎过来啦 找俊达 带他们过来二地找师傅 我们再来聊这一些哈 啊可以哦 我先把他讲完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就是你有听过 我就知道就好了好 我知道去年有兴趣 下次我们可以多聊了 好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讲的 如果在定中不是很定啊 他说啊 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 如果是在定里面是不会的 那么呢 半目半醒做梦状态 是比较容易出现 这样子 所以呢 定中出现跟梦中的菩萨 往往不是 往往并不是来自心外的 有可能是内心出现 有可能是真 有可能是假 不过呢 定中跟梦中 佛菩萨的出现 他们可以啊 在阿弥陀玛称为啊 通过啊 就是独立一门心路过程 而进到你的梦中了 同学可以写一写啊 阿弥陀玛称为独立一门 独立一门心路 独立一门心路 意思就是说 不通过言耳鼻舌声 直接啊 把讯息传到你的大脑那边去 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独立一门啊 独立一门啊 独立一门啊 不通过啊 是不通过啊 不通过啊 就是五官啊 不通过六根啊 不通过五根啊 直接就可以得到讯息了 这是独立一门啊 然后他讲了一些灵媒 看到的哈 可能啊 是鬼神变出来的佛菩萨 然后他称自己是佛菩萨 这样 然后被他语惑 因此他讲啊 这个他讲出来的东西 是一定要跟三法音相应了 不然的话 就不算是佛法 而且他有个很好的一个观念 他认为就是说 不管 这一个啊 他讲的 符不符合佛 他 这个不管他佛菩萨真假 最重要他讲的符合佛法 符合三法音 他符合三法音的话 即使他是鬼神都好 都不是问题 那如果他本身讲他是佛菩萨 但他讲的不符合三法音 即使他讲他是 都 这个啊 都不值得相信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论点给到的了 好 来同学我们看一看 这本来讲一般上鬼神 也会用些佛学名相 来印证 然后呢 任印经有提到五十阴魔 这些都是讲种种的魔经 那么呢 这些啊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原因是因为啊 因为啊 经常有很多鬼神 我们很难印证 因此是禅宗众众传承 还有众众戒律 所以啊 就是避免啊 被这些鬼神啊 产生困扰了 所以呢 我们啊如果是真正的 就是 一带传修方法 一带传一带 有办法certificate 来证明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会啊 被鬼神困扰 又会啊 这种鬼神啊 鬼也可以变佛菩萨 然后过我们很难去辨别的 啊 不过同学我们如何记得了 啊 基本上如果是说啊 那个通灵者的神 他戒律有吃得很好的话 你本身戒律也吃得很好的话 一般上遭感的都是好的啦 只有你经常起邪念 才遭感的是不好的 这样子 好 然后过他又讲啊 他讲有明师求师证 不欲明师就求精证 所以呢 有明师就找明师没有的话 就看经典里面啊 当不敢这样 所以他讲啊 所谓鬼神啊 如果他传播是正性的佛法 就无法神 可以说是佛菩萨化现 所以同学看到啊 也是有啊 正面的我 不过就是啊 如果鬼神啊 他都是 传播都是正规的佛法 我们就称他为 护法神 所以呢 这一些啊 所有的寺庙佛教会 都有护法神 因为他们啊 是护持正法而来的 好我们要结束了 因此是 重点还是在于他之间 对不对啊 因为啊 我们太难啊 进行他的那些辨识 好同学今天课到这里结束了 好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会提到加持的功能 是不是真的了 好同学开麦 来 请 请 对 我们现在要有充分的 好